美國國防部最新表示 俄羅斯目前已經部署了超過 十萬名軍立志烏厄邊境 而且還在持續增兵 儘管普丁在近日聲明 會盡力為這場衝突做出讓步 卻依然不斷增加軍備數量 白宮只好進一步下令 要在波蘭境內開始搭建帳篷 和檢查站等緊急避難設施 用來接應可能會撤離 烏克蘭的美國人 不只美國採取動作 英國首相強生也計畫前往波蘭 查訪駐紮在當地的英國軍隊 外交部長則是在9號造訪俄羅斯 呼籲普丁政府務必選擇和平道路 否則就會面對重大制裁後果 與此同時地理位置 加在歐洲大陸與俄羅斯之間的 Lytauwan也提出了強化境內軍備的要求 說謊比方便 我們聊了與其他重要的 NATO partners 關火第一線的烏克蘭 烏國首都基辅的市長在9號公開表示 雖然市民們不會恐慌 但依然得為最壞情況做好準備 歐洲各國緊鑼密鼓的備戰就是因為莫斯科當局實在令人捉摸不透 在法國總統馬克宏出面斡旋與烏國領導會面後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就表示烏俄危機終於出現正面訊號 但隨後又表示烏克蘭沒有及早做出應該做的選擇 接二連三釋出混亂信息 讓各界更是摸不清普丁的下一步 也為這場已經延燒數月的國際衝突 添上了更多難以預測的變數 歡迎新聞 劉千文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